我不是从小学中国舞吗 然后我就考到了舞蹈界的最高学府 北京舞蹈学院 我就在那个学校和老师商讨了很久 因为进入舞蹈学院之后 要学习很强度的一些排练呀 包括跳跃什么的 其实当时我的手 已经不能再做很强的支撑了 我就说就此放弃舞蹈 然后老师说不是 如果你不在这所学校学习 难道你就放弃舞蹈了 你就没有地方再让你跳舞了 他就一直这样跟我说 然后当时就达成统一的意见 我说我去从事自己的工作 但是呢一定保证一直学习中国舞 这就是我一直对舞蹈的一个坚持 好厉害 怎么 怎么 怎么